今天要介紹一個科學拔杯方法 一秒了解自己的心理 使用範圍非常廣泛 不管是要決定今天要吃中餐還是吃西餐 思考要嫁給金城武還是柯正東 甚至問老公到底是去開戶還是去開房間 你是男生嗎? 是 你有出軌過嗎? 沒有 幫他把他馬賽克跟聲音那個換掉 準嗎? 準嗎? 很準 很準 真的很準 就是 派大監貴好嗎? 歡迎到理科頻道 日常生活中如果同時出現了兩個不錯的對象 你當然可以各種理性思考之後 還是選不出來要跟誰交往 為什麼呢? 因為腦時常跟不上心的速度 與其都選或都不選 你其實還有第三個選擇 讓你的身體來幫你選 今天要介紹一個科學拔杯方法 一秒了解自己的心理 使用範圍非常廣泛 不管是要決定今天要吃中餐還是吃西餐 思考要嫁給金城武還是柯正東 甚至問老公到底是去開戶還是去開房間 你都可以在測試之後 恍然大悟發現 自己心裡到底想要的是什麼 有位愛情博士叫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用神經科學來研究愛情 Stephanie在談戀愛之前 設計了一個專門研究在大腦 可以偵測愛情的愛情機器 我想就像廚師回到家不想煮三餐一樣 研究人家談戀愛會讓你不想談戀愛 或許這就是她單身的原因 總之呢愛情機器能在十分鐘之內幫助人 在兩個潛在的戀愛對象裡面 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那個人 其實那時候Stephanie是在研究 正向情緒對大腦的影響 那我們對這個人的好感 可以刺激我們正向腦部功能的 講簡單一點 就是和電影演的相反 遇到愛情人就變笨 而是我們看到自己喜歡的人 其實頭腦會變得比較靈光 大腦裡有個東西叫性人盒 在大腦皮質底下就性人這麼大 屬於古老的邊緣系統 對我們的生存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必須在接收到 可能的威脅之前就必須做出反應 才能趨吉避凶的活到現在 所以你總必須要能一秒分辨 地上的那條是一條破鋪還是一條眼鏡蛇吧 這種意識發揮在大概100毫秒左右 你要知道有意識的思考需要300毫秒 也就是三分之一秒的時間 你才知道你現在正在想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100毫秒發生的時候 那個思考是 壞到你都不知道自己想了這件事 因為他的愛情故事太奇特了 所以讓我簡短插播一段 據說愛情博士Stephanie 牧猜單身到36歲 直到遇到大他23歲 又離過兩次婚的老公 約翰卡喬波 約翰卡喬波是社會神經科學和心理學的先驅 和有人共同發表了非常有名的 El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思辨可能模型而一舉成名 簡單的說呢 他專門研究人類如何因為新資訊 而改變他的心意或做出決定 這個架構說人在處理說服資訊的心理反應 分成中央路徑和周邊路徑 中央涉及邏輯推敲各種深思熟慮 所以長遠的影響人的態度的改變 周邊路徑比較情緒化 容易受到直覺和偏見的影響 但對人的說服力的影響並不持久 非常接近快思滿強那本書的觀點 所以這位約翰非常的洞悉人性 非常了解怎麼說服別人 總之一個沒有談戀愛過的愛情博士 遇到一個很會說服的博士 36歲配搶60歲的愛情 史蒂芬妮甚至因為婚後改從夫姓 而不被其他科學家所理解 畢竟在辛苦得到博士學位之後 除了人家之後會開始稱呼你為 卡喬波博士 而不是史蒂芬妮博士 尤其是在發表學術論文的時候 會使用你完整的姓氏 但名字就是縮寫 史蒂芬妮使用的是卡喬波 她老公的姓氏不是自己的姓氏 在那篇論文上就像沒有了自己一樣 在尤其注重 而且特意追求性別平等的學術界 就被人議論紛紛 當然他們在婚後過著充滿愛的日子 但是婚後第五年約翰得了癌症 中間好了又再復發 所以她在三年之後就死去了 痛失至愛 也讓史蒂芬妮更深刻的從甜到苦 體驗了一整個完整的愛情 最後在痛苦中 領悟出如何在一個人離開之後 用最貼近內心深處的方式來記憶她 在了解這些背景之後 戀愛機器的測試方式就是 詢問受測者兩個喜歡對象的名字 我們就叫她 曖昧A和曖昧B好了 測驗開始 受測者會看著眼前的螢幕 螢幕會看到閃光 那個閃光會顯示26毫秒 曖昧A的名字 你剛剛也知道了不到300毫秒 我們是不會有意識知道自己有意識的在察覺的 但卻足夠啟動我們性能和作用 並且觸發關於曖昧A的各種正向情緒 所以受到觸發之後 受測者必須完成一系列的語彙測試 並記錄他的反應時間 我們接著再用使用統計學 從數據中衡量具有顯著意義的細微差異 這時候就可以比較 A經過觸發之後 辯證的速度比曖昧B還快 所以你覺得受測者是想約A還是想約B呢? 答案就是A沒有錯 受測者對A的正向聯想 他的戀愛腦 讓受測者變成 與會測驗小天才 正向聯想刺激了大腦的報酬 分泌出大量的多巴胺 對 又是多巴胺 大腦大噴訊號傳遞分子多巴胺 到會透過處理幸福感受的區域 而其中也包含了我們解析文字的區域 因此讓受測者的文字反應速度變快 這也就是真的用科學證實了理性大腦 跟不上浪漫的感覺 既然我們沒有複雜的儀器 我這邊提出一個87%接近的科學替代方式 叫做肌肉測試 Muscle testing 首先你要準備一名 略有耐心、聰慧、又不八卦 像我這樣的朋友 就是請你朋友引導伸出他的這隻手 然後我壓 然後你要抵抗哦 好 因為我想要知道你力氣正常有多大 好 這樣 好 那你現在專注在這邊的肌肉 你想是想這邊的肌肉要往上舉起來 要記住這個感覺 你現在頭腦想讓這塊肌肉往上舉 嗯 好 來 好 你力氣變大了 嗯 記住這個感覺哦 然後我要問你問題 好 好 你是男生嗎 是 你有出軌過嗎 沒有 哈哈哈哈 欸 對 幫他把他馬賽克跟聲音那個換掉 準嗎 準嗎 很準 很準 真的很準哦 就是 就是 我要解釋一下原理嘛 就是我們剛剛知道的 我剛剛請他把他的頭腦放掉 他耳朵都紅掉了 就一定要馬 馬的很嚴重 馬的很嚴重 我請他專注在他的肌肉 所以我問他是不是男生 他是男生嘛 所以他就可以就很輕鬆回答 但是他說他沒有出軌 他其實有一絲的閃身 所以他沒有辦法 永遠的 就被壓下去了 好我們 我們謝謝他 嗯 我希望 就是他的對象不要看到剛剛那個影片 這個方法可以在中午同事之間決定你到底要吃麥當勞還是要吃肯德基 因為當你的大腦想要抵抗想要思考的時候你就會一瞬間忘記了 哎那條肌肉要用力 手就被壓下去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小心測試 根據不可靠消息 多對情侶因為此方法吵刀分手 所以祝大家幸福快樂 那今天就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請幫我訂閱一下 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